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i 大家好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 在我们的桌上有两个盒子 上面有非常明显的Red Ball 标示 但它其实跟饮品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它是Red Ball和Spec Iceware 联名合作的进款 RedBall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 它是一個運動能量飲料的品牌 RedBall早就已經超出了能量飲料的範疇 它在極限運動已經變成是一個精神 你可以發現很多選手 不管是有被RedBall贊助 甚至很多沒有 他很喜歡在他的器材上貼上RedBall的標誌 RedBall和Spec Icewear其實都是來自奧地利的品牌 這次的這一系列產品 他就是想要訴求在這些運動上面的表現 他們有很多特殊的設計 那我們這次選擇的是一支比較for高速競賽 例如說你在騎自行車在使用的競款 另外一支是屬於比較休閒的 但雖然說是休閒 既然是RedBall的產品 他絕對不會非常的休閒 因為大家知道RedBall的玩家 即便穿得很休閒都還是很極限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介紹 這些產品我都已經試戴過 不過這個兩個完整包裝 我是都還沒有開過 因為我想跟大家一起體驗這個開箱的感覺 我們就先來開箱這一款 競賽款的Pace 其實光從這個外面的印盒 你就會覺得它質感非常好 拿出去就還蠻吸引人的 好 打開包裝之後 第一個看到的是說明書 那其實這個說明書裡面 大部分就是針對使用上面的建議 還有清潔上 還有你的眼鏡適合在什麼環境使用 那不是非常重要 不過大家打開的時候最好還是看一下 裡面有一個眼鏡的收納帶 那這個顏色也是非常的亮眼 進入到主體呢 就會發現到它有一支眼鏡 和一片透明的背片 那如果你是購買變色鏡片的話 就不會有這一片背片 眼鏡最大的特徵呢 我個人覺得呢 是在它的鼻樑的地方 有一個好像懸空的指甲 那它在主打的時候是說 當你戴上去之後 會好像沒戴一樣的輕盈 試用的時候 就已經感受到 它在如果你有一些震動 或晃動的時候 其實你並不會覺得 是整隻眼鏡在晃動 這好像避震器一樣 因為這個鏤空的設計啊 它可以讓有一些氣流可以進去 即便是在像越野林道這種 濕氣比較重 容易起霧的地方 它也很容易的 讓裡面眼鏡的內部 有一些對流發 把熱氣帶出去 那我選的是Pace的版本 它在整個鏡面上面啊 有多了上面這一塊 整體來講就是 簡單來講就是 鏡面面積比較大 所以當然在騎乘 例如說越野的時候 可以擋掉更多的塵土 那這是我覺得 在我選擇上面的需求 那還有另外一款Flow 上面的這個區塊就會被取消 所以使用起來呢 看起來會更簡潔俐落一點 更換鏡片的部分 它其實也蠻簡單的 你只需要 就是稍微 順勢的把你的鏡腳往下一扳 它就可以把你的左右腿 分別的卸下來 然後在旁邊 有一個Ribboard標示 好 這是競賽的眼鏡 那其實我相信 競賽的眼鏡啊 其實各家都大同小異 但我覺得這個 橋架的設計是還蠻特別的 不過 比較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休閒鏡款 從外包裝上面來看 它除了這個Ribboard的標誌之外 它有一張滑板的照片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包裝上的 這些圖片啊 其實都不是重點 我覺得最有特色的是 它在這個外包裝上面 有一段話 它寫了 This pair of Ribboard spec sunglasses is perfect companion for your life at high speed 這聽起來就蠻 蠻屌的 就是 意思就是指說 這一副眼鏡 就是最適合你在高速下 可是它是一支休閒眼鏡 好 我們來看到底 是怎麼回事 打開包裝之後啊 它的這個硬盒 就比較不像競賽款的 這麼大 因為其實 我們競賽款 可能會需要有換鏡片 所以 需要這麼大的盒子 休閒款呢 它就比較像一般的眼鏡硬盒 那裡面呢 同樣也會有說明書 應該跟剛剛的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 不多介紹 好 打開這個 盒子的包裝之後呢 裡面就是它的主體 可能不是每個 夥伴 如果休閒眼鏡 都會選這麼低調的顏色 可能會選得很刷 那 我覺得它裡面最大的特色啊 就是在它的近角 那一般我們在戴這種休閒眼鏡的時候 其實多多少少 因為比較沒有那麼fit 臉型的關係 戴久了都會稍微 有一點往下滑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在日常生活中 我覺得 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稍微滑下來 就推回去就好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 從事運動的話 那這可能會造成一點點的困擾 因為當它稍微擋到前面的視線的時候 可能會在運動的過程中 體驗不是這麼的好 在近角的部分 有一個非常厲害的設計 就是它可以推出 推出一個小勾環 那我相信如果你本來就有近視的話 像我本來就有近視 你在戴眼鏡 早期有些眼鏡 它會附一個橡膠的近角 你可以套上去 可是不是這麼好看 或者是有些人會用固定帶 固定在上面 可是這都在視覺上不是這麼好看 因為如果Spec Icewear 它用了一個特殊的設計 就是它利用滑軌的方式 你可以推出一條金屬的 有點類似鐵絲 你就可以在運動的過程中 更穩定的讓眼鏡服貼在你的臉上 我們講那麼多這隻眼鏡 它的近角設計 讓它在臉上有多服貼 可是其實啊 大家一定都還是半信半疑 就算我去做一些騎車或是跑步的體驗 大家可能也不相信 所以呢 畢竟我是屬猴的 我以前在上體操課的時候 分數也不差 所以呢 等一下我會做幾個滾翻 然後來看看這隻眼鏡 是不是還是安安穩穩服貼在我的臉上 好啦 這個翻到我衣服都快掉下來 反正這隻眼鏡 我手都還沒有動 它也是一樣安安穩穩的在臉上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這樣子的近角設計 其實真的對固定是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呢 即便你從事的運動 可能比我在從事的騎車跑步還要更激烈 可能是滑板 可能是BMX 甚至是跑酷 也許都可以嘗試看看 好 太久沒翻 翻個幾下就超喘 那其實我們介紹了這麼多 都沒有展到鏡片 那其實 Spec as well 這一家公司 也是來自奧地利 那它的起家 是從做雪地的雪境開始的 所以其實在風鏡上 它有很多的技術呢 也都是沿用了它們在雪鏡下面的技術 如果有在滑雪的夥伴就知道 其實滑雪的環境 需要 例如說像天光啊 或者是折射 阻擋這些問題 是比我們平常在公路上面 要求還要更高的 所以呢 在鏡片上面 也有絕對的品質 以上呢 就是和大家分享 Redboard和Spec as well 所聯名的禁款 其實這一系列的禁款 它在台灣 並不屬於 Redboard 就是賣飲料的 這個公司所代理 它是由 泰肯運動科技 代理的產品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呢 也可以點選下面的連結 去了解 然後它在其他禁款上面的介紹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